第241章定局 走 我们不能被淘汰 不能让他得到我们的太虚古令 有人大喝一声 想要逃顿 然而在他出生的瞬间 一点寒光立即击射而出 朝他飞去 那是一口精致无比的小巧飞刀 瞬息而至 将那人眉心洞穿 你们 一个都走不掉 同时 王腾身形闪烁 将万物呼吸法施展到极致 瞬间就冲入人群之中 随后 无敌气势与剑势碾压 压迫四方 那些天人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立即纷纷如同被拒约压顶一般 不少人直接被压得贪软在地 少部分人上有行动之力却也如入泥潭 行动艰难 吃拉 一口口飞刀飞出 八十一口飞刀 四一飞舞 卷起一股股凌厉的风暴 绞杀四周那些天人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 今可之间 这接近六百人的队伍 便尽数覆灭 罗盘之上 代表他们的那片密集的红点 陡然消失不见 太虚秘境的神秘规则将他们统统传送出去 一枚枚太虚古令 坠落在地 放眼看去 密密麻麻的一片 加上方才收取的段鸣身上的那些太虚古令 竟然不下三千 将这三千多枚太虚古令收起来 王滕身上 而今一共拥有八千多枚太虚古令 又一个队伍被灭了 那个队伍人数接近六百人 竟然也这么快就被覆灭了 究竟是谁 竟然有如此本事 此周不断朝着王滕聚集过来的那些天人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 纷纷震撼不已 同时纷纷加快了行进速度 朝着王滕飞快赶来 嗯 原本并不在意的灼浪 再次取出了罗盘 看到罗盘上 竟然又有两个五百多人的队伍 消失不见 不由得目光微微一动 我记得 那个队伍 似乎是段鸣所带领的八 竟然覆灭了么 灼浪目光微闪 此前看到那个三百人的队伍被灭 他并未在意 因为通过罗盘 他看到四周其他的队伍 都已经聚集过去 用不着他出手 但此刻 短短时间当中 竟然又接连有两个五百多人的队伍覆灭 并且其中一个队伍 还是段鸣所率领 段鸣的实力 虽然对他来说 算不得什么 但在同拜之中 也绝对不弱了 放眼整个天人学府 甚至天人古国 年轻一代中 实力能够比肩段鸣的 也屈指可数 天人学府十大核心弟子 段鸣排名第二 甚至风云榜的实力排名榜上 段鸣也仅次于他 而今 这个仅次于他的存在 所带领的队伍 竟然在这顷刻间被覆灭了 如果不出意外 段鸣本人 应该也已经被淘汰出了太虚秘境 有意思 灼浪嘴角未先 目光看向了王腾所在的方向 抱歉而行 王腾覆灭了段鸣所带领的队伍后 便取出了罗盘 打算寻找下一个目标 然而刚刚取出罗盘 王腾就看到 一只七八百人的队伍 出现在了自己的右侧方 王腾 竟然是你 怎么可能 难道方才那些队伍 全都是他一人覆灭的 这个八百人的队伍之中 有人认出了王腾 这几个人半年前 曾跟随李清月与古阳等人 前往新武学院进行武道交流 曾见过王腾 记忆有心 此刻远远看到王腾 立即就认了出来 罗盘 他的手中有一枚罗盘 同时 众人主要王腾手中的罗盘 顿时瞳孔一缩 这个罗盘 以及王腾如今所在此地 足以说明 方才那几个队伍 全都是王腾所灭 包括此地原本所在的那个接近六百人的队伍 也是覆灭在他手中 一人之力 接连覆灭数个队伍 这怎么可能 他的实力 怎么会这么强 众人心中惊疑 别管那么多 杀了他 他接连覆灭了数个队伍 身上一定有诸多太虚古令 不能让他走掉 这次我们要让新武学院 以灵雷太虚古令的成就 耻辱落幕 杀 不要让他逃了 此周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纷纷大喝出声 施展身法武技 朝着王腾迅速冲了过来 其中几个梁大学院的核心弟子一马当仙 速度超越后面等人一大截 气势汹汹冲杀而至 本以为王腾在看到他们之后 会想要逃走 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面对他们奔袭而来 王腾竟然不但未逃 反而提着剑朝着他们迎了上来 并且速度比起他们还要快很多 来得正好 正要寻找下一个目标 没想到你们就送上门来 正好省得我去追寻你们 王腾冷笑一声 化作一道白红 贴着地面而行 几个闪烁 便冲到了面前 无敌气势以及剑势宣泄 压迫开来 同时他手中经风剑挥动 一剑斩出 数十道剑光齐齐迸发 赤胜夺目 风锐而凌厉 在距离这边不远的地方 另一支队伍也正朝着这边火速赶来 有人已经赶过去了 八百多人的队伍 如此庞大的队伍 应该足以将其碾灭了 不过我们还是得尽快赶过去 我倒是想要看看 这个接连负面数个队伍的人究竟是谁 加快速度 免得等我们赶到的时候 此人已经被击杀淘汰出秘境 这个队伍极为壮大 足足上千人 他们全都施展身法武技赶路 一道道极引宛若长河奔涌 除了他们 四周稍远一些的地方 其他队伍也全都朝着这边聚集 原本的包围圈越缩越小 墨湘等人 也都朝着这边快速赶来 而在这些人缩小包围圈 朝着王腾所在赶来的时候 也有不少新武学院的弟子 与他们遭遇 被纷纷淘汰出去 到了现在 新武学院的弟子 还没有淘汰出去的 已经不足百人 此番三大学院的大笔 新武学院 似乎已经注定要被定在耻辱柱上 外界 新武学院的众人所在聚地 气氛一片沉重 所有人都情绪低落 两万名弟子参与考核 而近距离考核结束还有足足一天的时间 但新武学院却已经有一万九千九百多名弟子被淘汰出来 留在太虚秘境中的新武学院的弟子 不足一百 今武惨败 几乎已成定局 第242章怎么又是他 四周不少观礼之人 也都议论纷纷 还有一天的时间 新武学院的弟子竟然几乎全被淘汰出来 新武学院的表现未免也太难看了吧 没想到昔日的至高学府 而今竟然没落到了这个地步 与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差距 未免也太大了一些 如今还留在太虚秘境中的弟子 不足百人了 新武学院这次注定是要创历史新低了 新武学院已经彻底没落了 新武学院已经不配备与天元学府和青龙学府并称天元三大学院了 各种议论之声 传入新武学院众人耳中 唐青山等新武学院一众高层面色愈发难看 从考核开始一直到现在 他们新武学院的颜面几乎彻底丢尽 众人不由纷纷深吸口气 努力压制心中的怒火与玉气 若非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暗中作梗 他们新武学院的弟子 何至于表现如此不堪 同时 四周众人的议论之声 也让新武学院一众高层警惕 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如此联手打压他们新武学院 其中必有蹊跷 结合四周众人的议论 普遍有人认为 而今新武学院已经彻底没落 已经不配被称为帝东三大学院之一 在联合昔日大皇子所言 有意让三大学院合并 创建一个真正的至高学府 众人心中越发的感觉到不安 这让新武学院一众高层全都不由神情变换 这次他们新武学院注定难以翻盘 扭转局势 注定要创造历史新低 被绑在耻辱柱上 若大皇子真要让他们新武学院与另外两大学府融合 那他们新武学院此番考核的糟糕表现 便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与借口 到时候 他们该怎么做 真要与两大学府融合吗 他们当然不甘心 新武学院 传承数千年 曾辉煌一时 又怎么可能甘心与天元学府与金龙学府合并 何况还是在这样的阴谋算计之下 而若是不愿意 以他们新武学院此番考核的糟糕表现 又有什么底气 拒绝合并 若是整个帝都 整个天元古国的民众 都支持让他们新武学院与另外两大学府合并 他们的拒绝 没有任何的意义 何况 后面还有一个大皇子 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紧迫感 习上新武学院一众高层心头 此番考核 或许将会关系到新武学院的命运 天命之子 天命所归 我新武学院掌握有天命之子 为何还会有如此一劫 唐青山心中低吼 感到强烈的不甘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那太虚秘境入口 空间漩涡中 突然人影如雨一般坠落 足足三百人 纷纷从太虚秘境中被淘汰出来 而这三百人 竟然全都是天元学府 与青龙学府的弟子 怎么回事 怎么同时有这么多天元学府 与青龙学府的弟子被传送出来 清武学院众人纷纷吃惊 四周观众席上的众人也都惊讶 而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的众人也都惊疑 发生了什么 难道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 开始相互征伐了 青武学院的众人纷纷动容 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联手 将他青武学院的弟子 几乎全部清理出太虚秘境 而今难道是为了争夺至高学府的称号 开始相互征伐了 青武学院的众人摸不着头脑 但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那边 李清月以及古阳二人 确实通过那些被传送出来的弟子 了解到了太虚秘境中所发生的事情 你说什么你们这么多人 竟然同时被一个 青武学院的弟子斩杀 这怎么可能 青武学院那些种子刀手 早就已经被淘汰出了秘境 还有谁能 李清月文言顿时眉头一挑 立即就忍不住质疑 然而话音未落 他脑海中突然浮起一个身影 这个身影 赫然是王腾 难道是他 他面色变换不定 难道又是王腾 淘汰你们的人 可是此人 李清月以真气模拟出王腾的身形 目光一鸣 开口问道 回院长 正是此人 此人同时掌握了气势与见势两种事 我们被他的两种事所压制 实力无法发挥 看到李清月模拟出来的王腾的身影 这些弟子立即纷纷开口说道 什么 竟然真的是他 王腾 王腾 怎么每次都是他 李清月有些懊恼 莫香 灼浪 断明 他们是怎么回事 怎么还没有遭遇到此人 将他给我淘汰出来 李清月有些恼怒 旁边古阳也有些吃惊 不由得目光闪烁 显然也没有想到 半年前在新武学院看到的那个宁真近武中中期的少年 半年时间竟然成长到如此地步 实力竟然如此强悍 然而时间不长 李清月心中火气未消 那半空中卷轴所在的空间漩涡 在此坠落出大量身影 这些身影数量更多 足足五百多人 而且这五百多人 依旧全是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 李清月顿时在此面色变化 这五百多人 亦如方才那三百多人 几乎被同时传送出来 他的心中咯噔一声 难道这一批人 又是被王腾淘汰 这五百多人被传送出来后 回到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距地 李清月立即开口询问 淘汰你们的人是谁 这一批人中有人曾见过王腾 半年前曾前往新武学院参与武道交流 听到李清月的询问 便直接回到 回院长 是新武学院王腾 什么 又是他 李清月以及古阳 还有其他的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 一众高层也都神情动容 此周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 那些此前被淘汰出来的弟子 也全都面色变化 眼神中全都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因为他们这么多人 其中绝大多数 居然都是被王腾淘汰 这让他们不禁议论纷纷 青武学院最强的 不是唐院吗 还有那些核心天才 而王腾 半年前不过是 新武学院一个外院弟子而已 而今短短半年时间 此人的实力 竟然变得如此强大 竟然比起 新武学院那些核心弟子还强 第243章一人一见 人群中 萧原也不由面色变化 此刻他也已经知晓 此前他与段鸣联手 围攻唐月的时候 那口突然出现 玉石飞剑牵制住段鸣 害得他被唐月击败淘汰之人 便是半年前 所在新武学院武道交流时 所见到的那个叫做王腾的外院弟子 半年前 他并未将王腾放在眼中 尽管王腾当时的表现非常惊艳 但却依旧让他不屑一顾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半年后 此人却成长到了如此地步 强大至此 目前为止 天元学府与金龙学府被淘汰的弟子 绝大部分都是被此人所淘汰 连他自己被淘汰 也与王腾脱不开关系 而就在众人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 那太虚秘境的漩涡之中 继续源源不断的有人被传送出来 这些被传送出来之人 基本都是天元学府与金龙学府的弟子 此刻太虚秘境之中 王腾与那只有八百多名天元学府与金龙学府的弟子组成的队伍基战 强大的是气势与剑势压迫 那八百多名天元学府与金龙学府的弟子 在王腾的气势与剑势共同压迫下 一把半人失去战斗能力 王腾身形闪烁 手中经风剑吞吐出一道道绚烂的剑光 每一道剑光倾泻出来 便有诸多天元学府与金龙学府的弟子陨落 怎么可能 他的实力怎么会这么强 他同时掌握了两种事 对我们的压制太强了 我们的实力根本发挥不出来 若是没人能抵挡住他的事 我们就算有再多人都没有用 只能认他宰哥走 快走 去寻断明师兄 灼浪师兄他们 短短鼠息之间 已经有两三百人死于王腾剑下 其余人纷纷仓皇逃窜 去找断明 你们还是去外面找他吧 王腾文言冷笑一声 剑光纵横 一剑荡出 六十四道剑光纵横交错 倾泻而出 再次击杀数十人 这完全就是单方面的屠杀 在王腾两种事的压迫下 若是没有人能挡住他的事 那么就算人数再多 都难对他造成威胁 两种事 同时压迫 所造成的压制力 超乎想象 唐月 也同样掌握了两种事 无畏气势 以及剑势 所以此前唐月遭遇围攻的时候 那其他的四五百名天元学府 与青蒙学府的弟子 也并未对他造成多少威胁 全都只是在外围骚扰 主要对他造成威胁的 乃是萧远与段鸣二人的联手 因为萧远与段鸣二人 皆可承受住他的事 而现在 王腾所面对的这八百多名天元学府 与青龙学府的弟子中 却没有人能够抵挡住他的事 这一支队伍 虽然聚集的人数不少 但在王腾看来 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 他脚踩无影步 冲入人群中间 将无敌气势 以及剑势绽放到极致 压迫四方那些想要逃走的 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 顿时之间形如蜗牛 动作缓慢 在王腾施展无影步的速度之下 根本无处可逃 不远处 那个此前便已经很接近 此地的上千人的队伍 突然有人惊呼出声 不好了 前方那片八百多人的队伍 人员在迅速减少 有人突然注意到罗盘上 那个与王腾交战的 八百多人的队伍 所代表的那一片密集的红点 此刻在迅速缩小 红点的数量在快速减少 我们快过去支援 领头的几个人也都心中一领 随后大喝出声 加快速度急迟而去 他们心中的确很震惊 原本以为 那个八百多人的队伍 应该已经足以碾杀 那个独立红点 所代表的存在了 没想到双方才刚刚碰上 那八百多人的队伍 所代表的红点 就开始迅速减少 转眼之间便已经减少了一半 这说明在这短短时间之中 已经有一半人陨落 被淘汰传送出去 这个千人队伍 领队的三个人 乃是天元学府 与青龙学府的核心弟子 虽然在核心弟子之中 排名不算高 但能够成为天元学府 与青龙学府 这两大学府的核心弟子 实力也绝对不弱 他们距离王腾所在的地方 并不远 十余西后 那领头三人便率先赶来 后方队伍 落后约莫五夕时间 而等到他们到来的时候 看到眼前景象 所有人却是都不由得瞳孔一缩 眼前 太虚古令如与一般坠落 一股股神秘的规则之力 正将那些被王腾斩杀的 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 传送离开 一个人 竟然只有一个人 他一个人 接连覆灭了我们 数之数百人的队伍 这刚刚赶来的上千人的队伍 所有人都瞳孔收缩 眼神中全都充斥着不可置信之色 他们原本以为 是有人夺了一枚罗盘 并且联合了不少人 狩猎他们这些队伍 没想到结果却令人匪夷所思 那个接连覆灭了他们好几个数百人队伍的存在 竟然只有一人 一人 只身独剑 连灭数个队伍 此人浩强 兴武学院中 竟然还有这等存在 不能放过他 杀了他 不能让他带走这些太虚古令 那三个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的核心弟子心中暗暗感叹了一句 随后纷纷目光一鸣 大喝一声 朝着王腾袭杀而来 王腾没有急着去收取地上的那些太虚古令 见有人杀来 并且数量众多比起方才自己消灭的那个八百多人的队伍 人数竟然还要更多一些 上千道身影飞跃 鼠息之间便奔到王腾身前 那最前面的三人 气息强盛 每一个都有着宁真进九重巅峰的修为 焚天神掌 江龙出海 权兵剑爵 三人骑骑大喝 同时施展攻伐五级杀来 虽然从不曾与王腾交过手 但此刻 三人却不敢有任何的小觑 直接联手杀来 并且毫无保留 施展最强的实力 因为 他们虽然还没有与王腾交过手 但知道王腾已经接连覆灭好几个几百人的队伍 便足以想到王腾的实力非比寻常 三人联手杀来 在他们身后那上千人的队伍也如同浪潮奔涌一般 王腾站定未动 只是一股无敌的气势 伴随剑势 修然绽放出来 无敌气势 还有剑势 此人能够覆灭数个队伍 果然不简单 联手杀了他 最前面的三人纷纷目光一鸣 手上杀招欲发凶猛 第244章九语魂记 看着眼前奔袭而来的三人 以及三人后方那上千名 犹如浪潮奔涌一般的天人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 王腾神情淡漠 右手 缓缓把住金锋剑剑柄 哗啦 金锋剑 缓缓出翘 随即 王腾动了 他的动作 看似缓慢 但实际上却是奇快无比 右手紧握金锋剑 缓缓抬起 那金锋剑 动作之间 留下一连串清晰的残影 吃啦 下一刻 王腾抖然一剑劈出 金锋剑剧烈抖动 猛然之间 绽放出成千上万道剑影 密密麻麻 犹如剑巢奔涌一般 那成千上万道剑影 由铺天盖地 倾泻出可怕的剑气 纵横八方 风锐无边 仿佛要将虚空都撕裂一般 声势浩大 久语魂迹 杀 王腾张口 清土一个字 刹那之间 一股可怕的杀伐之气 迸发而出 随之迸发的 还有一股强烈无比的锋芒 那股风锐之气 融合到剑矢之中 使得剑矢愈发凌厉与凶猛 那成千上万道剑影 犹如剑巢一般超前奔涌而去 可怕的气息波动 让在场所有人瞳孔收缩 心脏颤动 好强 这是什么武技 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威势 那冲在最前面 朝着王腾杀来的三名天元学府 与青龙学府的核心弟子 纷纷惊悚 施展出来的武技 在那奔腾的剑巢之下 瞬间崩溃 同时 剑巢卷来 瞬间就将他们卷了进去 那一道道剑影 一股股倾泻的剑气 在一瞬间 将他们绞杀 上万道剑影凶猛无比 如同山红喷发一般 继续前行 瞬间冲入那千人队伍 啊 顿时之间 惊叫声与惨叫声几乎同时响起 所有人眼神之中 都露出了惊恐之色 这一剑 威势实在太强 加上王腾的无敌气势 以及剑势的加持 以及对对人的压制 这一剑的威势 更是被生生放大了许多 剑巢所致 静规寂灭 在王腾这一剑下 在王腾的气势与剑势的压迫下 这支上千人的队伍 连走都做不到 今可之间 剑术寂灭 这一剑 赫然是万剑决第七式 万剑来朝 万剑决的最后三式 极难领悟与掌握 甚至隐隐之间超越了 超频武器的范畴 这最后三式 才是万剑决真正的精髓所在 剑巢一直冲向远方 将远处的一块巨石都冲击的粉碎 一股股静风刮得王腾雪白的衣袍烈烈作响 王腾缓缓收剑 长发飞舞 身上的气势与剑势 还有那股惊人的锋芒 在精风剑归翘的瞬间 纷纷收敛的无影无踪 地上 足足有九千多枚太虚古令 密密麻麻 这九千多枚太虚古令 当然不只是这个千人队伍所掠夺的 还有此前王腾斩杀的那个八百多人的队伍 两个队伍的太虚古令 加起来达到九千多枚 王腾争气涌动 透体而出 席卷四方 以预见之法 将这些令牌 统统聚集过来 收入储物戒指之中 加上这九千多枚身份令牌 而今王腾身上 一共拥有一万七千多枚太虚古令 这绝对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将这些太虚古令收好以后 王腾再次取出罗盘 看着罗盘上 那越缩越小的包围圈 王腾不由目光闪烁 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 组成一个各实力强大的队伍 以包围之势 缓缓收拢 如今将这圈子收拢到现在这个地步 王腾心中已经隐隐料想到 到了现在 星武学院的弟子 还留在这太虚密境中的人 大概不多了 否则的话 圈子不会缩得这么快 不过这也在情理之中 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 本就普遍强于星武学院的弟子 又联合在一起 组成一个各强大队伍 星武学院的弟子 一旦遭遇到 便根本不会有任何反抗之力 除非实力特别强大 否则的话 基本只有被淘汰一个结果 看来我接连覆灭几个队伍 似乎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竟然全都朝着我这边聚集过来吗 而且聚集而来的速度比此前更快了 王腾看着手中罗盘 难难道 罗盘上 一片片红点 全都朝着王腾快速赶来 速度比起之前更快 在王腾私存之际 一股规则之力涌动 王腾方才接连负面数个队伍 所消耗的真气 迅速恢复过来 便如此前的断鸣一般 在脱离王腾与唐月的追杀 脱离战斗一段时间后 被王腾击伤的左臂上的伤势 便被太虚秘境中的神秘规则进覆 而今王腾脱离战斗一段时间 其体内消耗的真气 也得到了恢复 这太虚秘境 就好像是一个专门的历练考核之地 早了一眼罗盘 王腾再次动身 主动迎向其中一个靠近过来的队伍 与此同时 竟然又有两个队伍覆灭了 而且竟然覆灭得这么快 刚才覆灭的这两个队伍 其中一个队伍有800多人 另一个队伍更是上千人 竟然这么快就相继覆灭 此人到底是谁 竟然有这么强的实力 难道是新武学院的唐月 不少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心中惊悚 他们并不知道 唐月已经被淘汰了出去 如今在这太虚秘境中 知道唐月已经被淘汰的 唯有灼浪一人 段鸣也知道 但段鸣 却已经被王滕击杀 淘汰出了太虚秘境 不管是谁 都要将其灭杀 此人接连覆灭数个队伍 必定掠夺到了不少的太虚古令 我们这次的任务 是要将新武学院的弟子 全部淘汰出去 让他们一枚太虚古令都得不到 此人必须灭杀 各个队伍目光闪烁 他又有行动了 朝着东南方去了 快过去 不少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 快速赶去 而东南方 那个被王滕重新选定的 距离王滕最近的一个 同样有着上千人的目标队伍 原本正火速朝着王滕所在的地方赶去 然而当发现前面那几个追上王滕的队伍 顷刻之间相继覆灭后 便不由得放慢了速度 打算等其他队伍也都赶来后 再一起围攻王滕 因为 王滕此番接连覆灭数个队伍 其中还包括一个千余人的队伍 实力强盛 由不得他们不忌惮 否则贸然冲上去 岂不是重蹈前面那几个队伍的覆辙 然而此刻 放慢速度的他们 却从罗盘上发现 王滕竟然朝着他们奔行而来 所有人顿时心中一领 沉默片刻 随后纷纷转身朝着 另一个距离较近的队伍所在的方向逃了过去 打算与那另一个队伍会合 一起对付王滕 王滕主动接近过来 毫无疑问是将他们 当成了狩猎目标 已经在短短时间 接连成功赴灭数个队伍的王滕 在这些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眼中 俨然已经成了一个凶神 如今被一个凶神盯上 他们心里怎能不慌 第245章插翅南逃 正朝着这边赶来的王滕 注意到这群人竟然转变方向 朝着另一边逃去不由微微已愣 对方此前快速赶来 要围杀他 结果现在他主动迎上来 对方却逃了 不过转念一想 王滕便明白了过来 自己此前接连覆灭数个队伍 让其心生忌惮 打算联合更多的人吗 王滕注意到这支队伍的动向 看到这支队伍朝着不远处的 另一支队伍靠近过去 南南道 那另一支队伍 同样有着上千人的规模 两个队伍汇聚在一起 更是会变得无比壮大 不过王滕却也并未太过担心 正好到时候一并解决 王滕南南道 紧随其后 而那另一支队伍 也注意到了那个朝着他们汇聚而来的队伍 立即明白了对方的意图 也主动迎合上来 只是片刻时间 两个队伍就汇聚在了一起 而王滕也很快到来 看到王滕 这两支队伍都不由得目光一鸣 竟然只有一个人 覆灭了他们数个队伍 哼竟然还敢追上来 自寻死路 那个被王滕追着 与另外一支队伍会合的队伍 不少人冷哼 眼中杀鸡赤胜 一个人竟然追着他们一群人 这实在太猖狂了一些 王滕没有与他们废话 看着眼前会合在一起的两支队伍 他身形一闪 化作一道白红直接冲了过来 为什么好说的 大战直接爆发 无敌气势与剑士 一同绽放 席卷四方 王滕手握金锋剑 因为对方人数众多 王滕直接动用万剑 决第七世万剑来潮 无敌气势加剑士 双重压制 顿时之间 大片天然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 失去战力 少部分人即便勉强可以一战 也难以抵挡剑巢的攻击 在十个呼吸之间 这两支千人队伍 便纷纷覆灭 王滕收起他们的太虚鼓令 随后趁着其他队伍还没反应过来 立即朝着最近的另一个目标赶了过去 此番面杀的这两支千人队伍 身上的太虚鼓令并不算多 甚至比起此前那几个百人队伍还要少一些 只有三千多枚 不过加上这三千多枚太虚鼓令 王滕身上的太虚鼓令总量已然达到达到两万余枚 他的速度很快 在灭杀了这两个队伍后 便立即朝着另一个最近的队伍赶去 时间飞逝 眨眼之间外界又是一夜过去 距离考核结束 还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 这一夜的时间 王滕再次接连出手 再次覆灭了五支千人队伍 收获到了一万枚太虚鼓令 身上的太虚鼓令总数达到三万 不过到了现在 随着包围圈收缩的越来越小 越来越多的队伍已经汇聚在了一起 这让王滕隐隐之间感觉到了一丝压力 若是这些全部的队伍汇聚在一起 到时候人数太多 总会有一些能够抗衡他的无敌气势以及剑势的高手 比如墨湘 比如李峰 李如维庄 卓浪 还有那些其他的还没有被淘汰出秘境的两大学院的核心天才 若是到时候 这些人全都汇聚在一起 即便他以无敌气势与剑势 震慑住了其他那些寻常弟子 但李峰 卓浪 墨湘等人的联手 对他来说却是不小的麻烦 如果他全力以赴 要击杀这些人并不难 王滕也有足够的信心 因为他身上还有着诸多底牌 比如修罗剑 比如太古凶兽虚影 还有那强烈的凶杀利器 此外 更有强悍的元神攻击之法 但这些底牌 轻易都不能动用 尤其是修罗剑 太古凶兽虚影 以及那强烈的凶杀利器 一旦暴露 只怕会被人当成是魔头 到时候他或许会四方接底 至于元神攻击之法 倒是可以一世 但这也是他的一个底牌 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想暴露 因为他不知道 在这太虚秘境之中 动用元神攻击之法 击杀默香等人 默香等人是否也会被 这太虚秘境中的 神秘规则复生 若是复生 那他掌握有元神攻击之数的事情 必定会暴露无疑 因为他 还想要用这元神攻击之法 对付李清月 若是这个元神攻击之法 提前暴露 到时候很可能会引起李清月的警惕 看来 只能趁着他们还没有全部聚集在一起 尽快将他们逐个击破了 王腾难难的道 他身形闪烁 全速施展无影步 对那些还没有聚集的队伍进行猎杀 他最后看了一眼罗盘上 各大队伍的分布情况 随后便直接丢掉了罗盘 到了现在 包围圈已经缩得很小了 罗盘对他的意义已经不那么大了 反而会暴露他的动向 便如此前那几次 那些千人队伍 通过罗盘注意到他朝着他们赶去 便纷纷想要止步 或是逃走 或是与其他相近的队伍会合 让他的狩猎效率反而大大降低 而今最后看了一眼罗盘上各大队伍的分布后 知道各大队伍的大致方向 王腾便朝着那些还没有落单的队伍奔行而去 同时 他全力绽放自己的神石 方圆五千米范围内的动静 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嗯 怎么回事 他怎么停下来了 各方队伍盯着罗盘上 那没代表王腾的红点 此刻竟然静止不动了 不由纷纷惊疑 因为这段时间 王腾的表现实在太活跃了 几乎无时无刻不再奔行 寻找目标进行狩猎 罗盘上那个代表他的红点 也在不断的移动 但现在这个红点却完全静止不动了 让他们很不适应 应该是注意到我们如今纷纷汇聚在一起 队伍纷纷壮大 所以心中没底 不敢再贸然行动了吧 有人猜测到 如果是这样倒是没什么 不过我确实有些担心 此人会不会是丢掉了罗盘 他现在拿着罗盘 其动向完全被我们所掌握 若是丢掉罗盘 那么我们便很难知道他的位置 墨湘目光闪烁 盯着那个静止不动的红点 开口说道 听到他的话 李峰等人也都纷纷目光一鸣 不管如何 先过去看看 就算他丢掉罗盘 依旧处在我们的包围圈下 只要我们继续缩小包围圈 他就插翅难逃 第246章暗暗紧张 王腾丢弃罗盘 谁时覆盖方圆5000米的范围 一路急行 一展查后 一支接近2000人的队伍 出现在王腾的神识笼罩之下 这支队伍正快速朝着 他所丢弃的罗盘所在之地赶去 王腾反施展 无影步快速接近 片刻后遭遇 嗯 是新武学院的弟子 解决了他 继续赶路 那个接近2000人的队伍 看到王腾 神情平淡 并没有任何的惊讶 这一路上赶来 他们沿途也遭遇了 几个新武学院残余的弟子 直接顺手碾杀了便是 不对劲 此人看到我们竟然不逃 反而朝着我们迎了上来 然而下一刻 有人发现不同寻常 此前他们遭遇的那些新武学院的弟子 在看到他们后 第一反应便是落荒而逃 然而眼前这个新武学院的少年 竟然速度不减 主动朝着他们快速迎来 听到此人的话 四周其他人顿时纷纷心中已经 全都目光转动 随后瞳孔骤然一缩 不好 他是那个人 剑王腾越来越近 有人终于反应过来 惊呼出声 一个人 遭遇到我们这么多人 不但不逃 竟然反而主动朝着我们靠近 是他 一定是他 他丢弃了罗盘 这个接近两千人的队伍中 不少人眼中露出一丝震惊之色 不要慌乱 他只有一个人 联手杀了他 剑队伍中有人神情惊慌 围首的几人大喝出声 随后主动绽放自身强大的修为气息 率领众人朝着王腾冲杀而来 王腾右手搭在金锋剑上 哗啦一声 长剑出鞘 冰冷的剑光风锐刺骨 寒光如铺倾泻 一条剑和奔涌 剑气狂潮席卷四方 无敌气势与剑势纷纷绽放 对其进行压制 扑扑扑扑扑扑 顿时之间 鲜血飞剑 剑巢奔涌 所过之处一片狼藉 这只接近两千人的队伍 在王腾的无敌气势与剑势加持下 在万剑决第七世万剑来潮的冲击之下 瞬间湮灭大半 少量一些人勉强逃脱出剑巢范围 然而几口飞刀却是突兀出现 划破虚空 将其纷纷动杀 你 一股股强大而神秘的规则之力汹涌 瞬间将这些人笼罩 传送出去 只留下三千余梅太虚古令 王腾迅速卷起地上那三千多梅太虚古令 随后立即朝着另一个方向赶去 而太虚秘境中的其他队伍 纷纷面色变化 从罗盘上 注意到了这只接近两千人队伍的消失 看着罗盘上突然消失的那大片密集的红点 所有人都不由得瞳孔一缩 心中一领 是他 他丢弃了罗盘 此人好生狡猾 丢弃罗盘 我们便无法掌握他的行踪 立即收缩包围圈 将包围圈缩到最小 他便无处藏身 擦翅难逃 各大队伍纷纷目光闪烁 距离考核结束还有一天的时间了 必须要尽快将此人解决 众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 皆生出了一丝紧迫感 王腾连灭他们这么多的队伍 必定跃夺到了不少的太虚古令 这么多的太虚古令 若是带出太虚秘境 李清岳与古阳交代他们的任务 便算是失败了 他们这次的任务 只有一个 那就是要在考核结束之前 将新武学院的所有参与考核的弟子 统统驱逐出太虚秘境 要让他们一枚太虚古令都得不到 原本 他们的计划执行得非常顺利 考核进行到现在 几乎所有的新武学院的弟子 都已经被淘汰了出去 但王腾 却成了那个变数 不但到现在还没能将其淘汰 反而让他掠夺到了不少的太虚古令 丢掉罗盘了吗 竟然又灭了一个队伍 卓浪眼神之中金芒闪烁 他也一直在留意王腾的动向 并且在朝着这边赶来 王腾短短时间 接连赋免诸多队伍 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让卓浪生出了几分兴趣 更重要的是 王腾的存在 将会严重影响到 他们这次的任务能否圆满成功 所以 到了现在 原本一直漫不经心的卓浪 也开始认真了起来 只是 如今王腾丢掉罗盘之后 行踪难以捉摸 想要寻到王腾 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只能等到王腾每次出手 才能知道王腾所在 卓浪施展身法 朝着王腾方才覆灭的 那支队伍所在的方向奔行而来 太虚秘境之中 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 心情变得急切起来 而太虚秘境之外 天元学府以及青龙学府的高层 同样心情焦躁 尤其是李清月与古杨二人 面色更是已经彻底沉了下来 目光死死地盯着 太虚秘境入口处的空间漩涡 原本以为新武学院的弟子 已经几乎被完全淘汰出来 这一次的考核 他们已经完全胜券在握 但此刻 他们两大学院的弟子 所组成的数百人 甚至上千人数千人的队伍 竟然不断地被淘汰出来 而淘汰他们的 只是一个人而已 王腾 我早就预感到 此人非同小可 可能会成为此次考核的一个变数 所以半年前 我才出手想要将他击毙 没想到此人命大 竟然活了下来 而今 竟然真的成了那个最大的变数 李清月双全紧握 心中难以平静 每隔一段时间 就有大量天人学府 与青龙学府的弟子被传送出来 而所有被传送出来的弟子 全都口吻一致 淘汰他们之人 既是同一个人 那便是王腾 一个人 竟然生生扭转了局势 使得原本已经成为定局的 考核结果 变得不明朗起来 此刻 李清月与古阳二人 心情都暗暗紧张 到现在 距离考核结束 还有不足一天的时间了 他们两院的弟子 能否在考核结束之前 将王腾淘汰出来 若是不能 那么他们这次的计划 将会落空 甚至 还有可能让新武学院出个大风头 因为 王腾连续覆灭了他们这么多的队伍 其身上所收获的太虚古令的树木 必定非同小可 第247章能看大用 院长放心 我们虽然被淘汰出来了 但还有墨湘师姐 卓浪师兄他们 那王腾的实力虽然厉害 但却必定不是墨湘师姐 与卓浪师兄他们的对手 他能轻易覆灭我们组成的队伍 只是借助他所凝聚的两种事 对我们的压制能力罢了 而且我们两院留在太虚秘境的弟子人数加起来还有近两万人 一旦圈子缩小 王腾纵有通天手段 也难以逃脱墨湘师姐与卓浪师兄他们的手掌心 有天元学府的弟子出声说道 李清月文言心情稍缓 但愿如此吧 随后 李清月与古阳二人再次来到大皇子所在的阁楼当中 王腾 清武学院除了唐月 竟然还有这样一个隐藏的天才 同时掌握两种事 并且如今年纪尚浅 半年前还只是宁真进武中中期的修为 竟然就能击败伪装吗 而今半年后 实力成长也如此之大 只一人而已 而今竟然扭转已成之定局 令此次考核结果变得模糊起来 倒是个人才 大皇子悠悠地道 不过 谁也不能阻挡我融合三大学院 创建真正至高学府的计划 若是在考核结束之前 此人被淘汰出来 倒也没什么 若是此人坚持到了考核结束 你们便暗中告诉他 我很欣赏他 意欲收下他 为我所用 我会好好栽培他 许他荣华富贵 让其将在秘境中所获得太虚古令 秘密交于你们 务必不能让新武学院取得成绩 大皇子淡淡地道 李清月与古阳二人都相识一言 大皇子打算收下此人 此子既然如此出众 收下他 加以培养 将来或许能能堪大用 大皇子扫了两人一眼道 两人都不再多言 冲着大皇子拱了拱手 告退离开了阁楼 王腾墨 小小年纪 竟然同时凝聚了两种事 而且竟然以一人之力 扭转已成的定局 还真是了不得的人才 这样的人才 只能为我所用 大皇子双眼微眯 难难自语道 清武学院的据点 清武学院的一众高层 而今全都心中沉闷 这次清武学院的表现 可以说是糟糕透顶 创下历史新低 等到考核结束 若是大皇子真的发难 他们清武学院该如何应对 王腾竟然还没有被淘汰出来 看来此次运气还当真不错 有长老突然惊一说道 打破沉闷气氛 转移众人的注意力 不过是躲藏的好而已 缩头乌龟 这场考核 是要去掠夺太虚古令 龟缩躲藏着 即便坚持到了最后 没有掠夺到太虚古令 又有什么意义 还不是个废物 粗名阴阳怪气的道 心中非常不愤 他原本说要借助这次考核 要以此番考核成绩 狠狠地碾压王腾 将王腾踩在脚下 结果他自己确实早早就被淘汰了出来 而王腾竟然到现在还没有被淘汰出来 心中自然是颇为不甘 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争斗越来越激烈了 两院现在被淘汰出来的弟子越来越多 不知道最后他们两院 谁会夺得今年的至高学府的称号 不出意外应该依旧是天元学府吧 清武学院有人议论道 看着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不断被传送出来 心武学院众人根本不曾怀疑这些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 乃是被王腾所淘汰 都只以为是两院弟子 将他们心武学院的弟子几乎全部淘汰后 开始了相互之间的争斗 也根本不曾对王腾 抱有任何的希望 也都如苏明一般 认为王腾到现在还没有被淘汰出来 只不过是因为躲藏得好 暂时还没有被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发现而已 太虚秘境中 清武学院的弟子几乎已经全军覆没 如今还留在太虚秘境之中未被传送出来的不足十人 这几个人 除了王腾在大肆狩猎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所组成的队伍之外 其他人则都是几个实力稍弱的弟子 进入太虚秘境后 害怕会遭遇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 不敢随意走动 一开始就躲藏了起来 他们实力低微 因此一开始就未曾抱着要去掠夺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的太虚古令的念头 对于他们来说 保住自己的太虚古令不被夺走 便已足矣 嗯 那好像是王腾 一颗茂盛的大树树冠之中 一个新武学院的弟子突然注意到远处疾掠而来的一道身影 心中微微一惊 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组成一支支强大的队伍 围剿狩猎新武学院的弟子 没想到王腾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竟然还敢在外肆意走动 王腾 他开口唤道 现身冲着王腾招手 此人躲藏在树冠之中 王腾此前神石扫搏这片区域的时候 竟然未曾发现他 王腾寻声看去 就看到这个少年 从树冠之中露出半个身形 王腾有些差异的看了此人一眼 此人有些眼熟 随后记了起来 此人乃是今年与他同一批加入新武学院的外院新生 名字似乎叫做林凡 此前新生试炼的时候 此人得了十五枚福令 排名第五 王腾 你竟然还敢在外面走动 难道不知道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联合 组成队伍 大肆狩猎我们新武学院的弟子吗 我此前与好些师兄会合在一起 结果遭遇到了一个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组成的小队伍 诸位师兄全都被淘汰了 我因为修炼的身法足够快 才侥幸逃走 现在躲藏起来 根本不敢冒头 我们实力低微 去向那些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掠夺太虚古令 无异于找死 保住我们自己的太虚古令 便不算是拖后腿了 你赶紧上来 拦我这里 这棵树枝繁叶茂 我们藏身于此 只要不发出动静 应该有很大希望平安度过考核 不被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发现 见王腾一脸怪异的看着他 林凡急忙开口说道 第248章困不住 既然你想安心的躲在这里 你就不敢喊我的 王腾神情古怪的看了林凡一眼 开口说道 并未上述 呃 这么意思 林凡有些狐疑的道 你刚才喊我 你就已经暴露了 王腾耸了耸肩道 不远处 一只接近三千人的队伍 正快速掠来 一道道身影快速掠动 朝着王腾与林凡所在的地方冲了过来 王腾的神识 早就发现了这些人 他方才急迟 便是要去猎杀这一只接近三千人的队伍 结果被林凡喊住 看到远处有尘土滚动 一道道急引闪烁 几乎瞬间逼近至百米范围之内 林凡脸上的神情瞬间僵硬 脸色也瞬间变得苍白 看着眼前那快速掠来的接近三千人的队伍 林凡心脏砰砰直跳 眼角更是冲动的厉害 此前他遭遇的队伍 不过才十几个人而已 而今却是一只接近三千人的队伍 并且最前面的那几道身影 气息更是强盛无比 不过 刹那的呆滞过后 林凡瞬间回过神来 连忙冲着王滕急喝一声 快逃 说着他身形一闪 便从那树关上掠了下来 便要朝着后方逃去 王滕也动了 暴略而出 但却与林凡是完全相反的方向 王滕 你跑错方向了 林凡猛一回头 看到王滕竟然朝着那近三千人的队伍 急掠而来的方向奔去 顿时随脚一抽 急忙喊道 他以为王滕是被这近三千人的队伍吓到 失了分寸 慌不择路 然而王滕脚步却失未停 并且手中惊风剑哗啦一声 瞬间出窍 下一刻 强大的气势与剑势汹涌 同时剑光倾泻 化作剑巢 声势浩大奔腾而去 靠墙 不好 他是那个人 那个近三千人的队伍顿时纷纷大吃一惊 面色大变 原本远远看到王滕与林凡 以为只是新武学院两个寻常的落网弟子 尤其是看到林凡在看到他们直接转身就走的一幕 更是让他们确信 对于王滕主动迎来 他们刚开始也只以为王滕是被下得失了分寸 亦或者是想要掩护林凡逃走 却未曾想到王滕的实力竟然如此强大 很可能是那个连续覆灭他们两院诸多队伍之人 强大的气势与剑势碾压下来 再加上剑巢奔涌顿时之间那接近三千人的队伍就溃灭了一半以上 王滕施展身法迅速冲入人群之中 气势与剑势压迫四方 顿时犹如狼入羊群 剑光纵横 那一个个气势汹汹奔袭而来的天元学府与金龙学府的弟子便纷纷丧命 后方林凡看到这一幕 顿时止住了陶盾的身形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眼神中充满了不可思议 一支接近三千人的队伍 在王滕面前 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短短数十个呼吸之间 竟然就陨落了大半 剩下的那一小半 也难以招架 不断陨落 怎 怎么可能 他的实力竟然这么强 林凡心脏砰砰直跳 心中感到震撼不已 虽然此前王滕在新武学院之中 表现一直很出色 很惊艳 但是新武学院谁都知道 王滕没有五脉 所有人都在惋惜 认为王滕的经验 终不过昙花一现 无法长久 认为王滕 在这半年之中 实力只怕增长极为有限 但此刻 亲眼目睹到王滕此刻 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林凡心中不经生出一个念头 王滕 真的只是一个无脉废物吗 真的只能是昙花一现吗 半年前 武斗台上横推天元学府 与青龙学府内外院添交 半年后 太虚秘境中又横扫天元学府 与青龙学府的弟子组成的数千人的队伍 风采一旧 他心思如潮 念头分涌 而在这期间 王滕已经将那之近三千人的队伍 彻底覆灭 顿时间 一股股强大而神秘的规则之力涌动 卷起这之近三千人的队伍 传送出太虚秘境 而一片片太虚古令 如雨洒落 王滕争气席卷 快速将这些太虚古令卷入储物戒指中 好多太虚古令 林凡呆呆的道 这近三千人的队伍中 王滕足足获得了近五千枚太虚古令 加上此前还曾负面一个接近两千人的队伍 得到的三千多枚太虚古令 王滕身上的太虚古令总数 已经达到三万八千多枚 接近四万枚 这绝对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如果你不想被淘汰的话 就快点离开这里吧 按照这支队伍方才赶来的方向走 如果你速度够快的话 应该可以在他们弥补上这个缺口之前 逃出他们的包围圈 王滕收起太虚古令 回头提醒了林凡一句 随后便又朝着另一个方向赶去 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 所组成的队伍 以罗盘辅助 形成一个包围圈 迅速收缩 王滕覆灭这个接近三千人的队伍 便等于是将这个包围圈打开了一个缺口 如果林凡的速度足够快 有很大希望可以在对方将这个缺口弥补之前 逃脱出去 一旦掏出这个包围圈 林凡便基本算是安全了 无需再担心遭遇到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 林凡立即回过神来 你不走吗 林凡连忙问道 我 他们撒下的网 还困不住我 王滕开口说道 林凡文言目光围动 对着王滕拱了拱手道 那你小心一些 说完林凡便立即施展身法 朝着方才这只接近三千人的队伍来时的方向冲去 他的速度的确很快 修炼的乃是一门高品高阶身法 并且已经将其修炼到了大成阶段 甚至趋近圆满 这让王滕不由心中围动 此人的实力虽然算不上强 不过身手倒是灵敏 速度惊人 而且能够将一门高品高阶的身法 修炼到趋近圆满的境界 可见其悟性很高 只是修炼资质却算不上太惊艳 不然的话道也算是一个天才 林凡没有跟随王滕一起 他知道以他的实力 跟在王滕身边 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反而会拖累王滕 因此听从王滕的话 趁着这个接近三千人的队伍 覆灭所导致的包围圈的缺口 尚未被天元学府 与青龙学府的弟子弥补之前 一路几尺 朝着包围圈外冲去 第249章 承在不起 王滕没有去过多关注林凡 按照记忆 中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的分布情况 再次朝着一个方向飞奔而去 同时他将神石全面绽放 只要方向不是偏离的太远 便可遭遇其他的天元学府 与青龙学府的弟子组成的队伍 而太虚密尽中那些天元学府 与青龙学府的弟子 看着那再次消失的一个队伍 却是纷纷面色变换 又一个队伍消失了 他在西北方 快填补上那个空缺 别让他逃出去 所有人都神情难看 越来越感觉到事情有些脱离掌控 如今距离考核结束 已经不足一天的时间了 若是不能够在这之前 将王滕淘汰出去 他们这次的任务 就全部宣告失败 所有人都加快速度 风急火燎的朝着王滕方才覆灭的方向而去 如今王滕丢弃罗盘之后 他们已经失去了王滕的行踪 只能够通过那被覆灭的队伍 来确定王滕所在的大概位置 然而等到他们赶来的时候 早已人去楼空 王滕已经远离此地 并且寻到了下一个目标队伍 对其进行猎杀 片刻之间 又一个接近3000人的队伍 从罗盘上消失 王滕再次获得4000余枚太虚古令 手中太虚古令数量 已经达到42000余枚 而此刻 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 所形成的包围圈 也已经缩小到了一个很小的范围 一个又一个队伍 出现在王滕的目光之下 被王滕的神识扫中 看得清清楚楚 王滕的目光 看向了其中一个队伍 那个队伍非常壮大 是这几个队伍中 最壮大的一支 足足有4000余名 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组成 不过这支队伍却是相对分散 呈包围之势 朝着包围圈的中心迅速逼近 而在这支队伍中 王滕看到了一个人 墨湘 他的目光瞬间凌厉了起来 在墨湘身边 还有围装 李锋等高手 王滕目光闪烁 手中的金锋剑 直接飞了出去 朝着墨湘所在的队伍 冲了过去 墨湘等人所在那个4000多人的队伍 正在快速行进 距离王滕也越来越近 只是片刻 便已经将距离缩小到了3000米 3000米的范围 预见数的威力虽然有所减弱 但是却依旧不容小觑 他打算先掂量一下墨湘如今的实力 因为在这太虚秘境中 即便是击杀了墨湘 也没有任何意义 这太虚秘境中的神秘规则 会将其复生 所以 王滕想要沙漠湘 只能是在外界 而这场狩猎考核之后的个人挑战赛 便是一个机会 此刻 他遇见西沙漠湘 主要是想要看看 拥有双重极品资质的他 如今的实力 究竟达到了哪一步 吃拉 金锋剑划破长空 犹如一道冰冷的闪电 眨眼之间便是飞到了3000米外 笔直精准的刺向墨湘 如今我们队伍与队伍之间 都已经相互遭遇 包围圈已经非常小 那人只要还在我们包围圈内 接下来便是他的死 墨湘凤木冰寒 正开口说话 突然之间一抹寒光映射在他美眸之中 顿时让他话语中断 心中已经 立即一个闪身闪避开来 扑吃 而随着他这一个闪避 金锋剑瞬间 从他方才所在的身位机射出去 虽然未能刺中墨湘 却是将其身后跟随的几名天人学府 与青龙学府的弟子当场洞穿了身体 神问人 墨湘顿时惊目不已 眉目看向身后 那金锋剑扑扑扑接连贯穿树人 带起一串串鲜鲜血 随后赤冲天而起 在半空中一个反转 犹如长龙入剑一般 修然积射下来 展向墨湘 师妹小心 李锋等人也都反应过来 拔剑阻挡金锋剑 出手御图将其荡开 枪 然而金锋剑气势凶猛 凌厉而霸道 一剑震杀下来 哪怕是相隔三千米 依旧无法忽视他的威力 两剑碰撞 李锋只觉得手腕发麻 竟然未能将金锋剑荡开 别说是李锋 就是段鸣 此前在王腾的御剑术下 都有些束手无策 而段鸣的实力 远在李锋之上 莫相谋光阴寒 一股冰寒之气 瞬间从他体内喷勃而出 这股冰寒之气 赫然是太阴之力 极致冰冷 寒入骨髓 仿佛要将虚空都冻结一般 他束手倾台 五指其张 对着那阵开李锋的攻击后 在虚空一个跳跃 再度袭杀而来的金锋剑隔空一案 掌心太阴之力涌动 竟然在其身前扭曲成一个暗黑色的力量漩涡 阴柔而诡异 金锋剑如闪电一般袭来 扎入那漩涡之中 其剑身之上 竟然瞬间爬上一层尖兵 要被冻结 并且剑身一点一点 沉入那漩涡之中 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搅动 令金锋剑不断颤抖 上面迸发出一串一串的火星 三千米外 王腾眸光陡然一鸣 他遇使金锋剑 有神识附着于金锋剑上 此刻也清楚地感受到了那股寒意 这股寒意 他非常的熟悉 当初在墨家的时候 他曾多次为墨箱 压制这股惊人的寒意 不过此刻的这股寒意 更加的纯粹 更加的惊人 这便是太阴之力吗 阴柔 冰寒 以柔克刚 我遇使金锋剑 攻击迅捷 刚猛 他以太阴之力 轻松限制住金锋剑的袭杀 看来这段时间 他对太阴之力的掌握 已经并不生疏 已经挖掘出了一些对太阴之力的运用 而且他的修为 竟然达到了原刚进初期 双重极品资质 加上天元学府亲历栽培 还真是了德 不过 你所拥有的这一切 都注定将是过眼云烟 我的东西 你承载不起 王腾眸光灵烈 金锋剑嗡名 颤动 当中倾泻出无边的剑气 同时 有一股灼热的红色火焰 从金锋剑上汹涌出来 与那太阴之力对抗 两股力量 相互对碰 竟然发生爆炸 那太阴悬窝 咔嚓一声崩裂 金锋剑上覆盖的悬兵破碎 无数兵渣子建设四方 随后金锋剑长啸一声 划破长空 冲天而起 眨眼消失不见 第250章遭遇 这短暂的交手 王腾已经大致了解到了 墨湘的实力 他知道 仅凭这预见之术 相隔3000米 想要斩杀墨湘 根本不现实 树西后 有刺耳的破空声响起 一道白光从远处飞射回来 呛的一声 精准插入箭窍之中 王腾抬头看了一眼 墨湘等人所在的方向 嘴角扶起一丝冷笑 随即转身 朝着相反方向奔行而去 在这个方向 有一队相对人数少一些的 只有2000多人的队伍 已经逼近王腾到2000米内 并且 到了现在 队伍与队伍之间的距离 已经非常小 虽然看似这个队伍 只有2000队人 不过一旦王腾被他们纠缠住 那么其他队伍瞬间就可以支援上来 不过 这个队伍想要纠缠住王腾 却并非那么容易的事情 2000米的距离 双方相对而行 不过短短数十个呼吸 双方便遭遇 嗯 是你 这个2000人的队伍中 有人认出王腾 眼中露出痴惊之色 这认出王腾之人 同样是半年前曾跟随李清悦等人 前往新武学院的弟子之一 他心中惊悚 包围圈缩小到现在 最后遭遇到的人 竟然是王腾 这是否意味着 此前那些被覆灭的队伍 都是王腾所为 然而还不等他心中私存 王腾已经告诉了他答案 他速度快落闪电 在看到这个2000多人的队伍后 脚步没有丝毫的停顿 一边飞速奔行 右手一边缓缓摸在了 精锋剑剑柄之上 随后剑出鞘 寒光凌冽 风锐气息弥漫 同时 一股强大的无敌气势 以及一股恐怖剑势 一同爆发 王腾翻手便是一剑批出 直接施展万剑 决第七十万剑来朝 干净利落 剑朝奔涌 气势与剑势压迫 这支2000来人的队伍之中 根本没有人可以抵挡得住 完全是单方面的屠杀 那个认出王腾的弟子 顿时瞳孔收缩 来不及发出任何惊呼 便被那凶猛的剑朝吞噬 短短几个呼吸之间 这支2000多人的队伍 便直接覆灭 地上3000多枚太虚古令 被王腾迅速卷起 其身上太虚古令总数 达到45000余枚 然而就这短短几个呼吸时间 又有两个队 我分别从两侧奔行而来 这两个队伍 原本与王腾所灭杀的 这个队伍相邻 本身便靠得很近 在王腾灭杀这支队伍的瞬间 这两个队伍便纷纷赶至 正好看到王腾收取 地上那成片的太虚古令的一幕 顿时瞳孔一缩 是他 这两支队伍认输 加起来超过4000人 看到王腾 顿时纷纷惊呼出声 但却纷纷止步 并未立即朝着王腾冲杀过来 因为方才这个2000多人的队伍 覆灭得实在太快了 仅仅一个照面 短短几个呼吸 就技术陨落 他们认输虽多 但却没有顶尖的强者 所以不敢贸然出手 只是静等 静等其他队伍 纷纷聚集 而在此前那3000米外的 墨湘等人所在的队伍 墨湘美目闪烁 方才那口飞剑 让他心中惊疑 赤水 竟然掌握有预见之术 这个队伍 足足4000多人 走在最前面的 领头之人也并非只有他 还有李峰 伪庄等人 但那口剑 却独独锁定了他进行攻击 即便是李峰出手 阻挡这一剑 这口剑 在震开李峰的攻击后 却依旧朝他杀来 对方的目标 只有他 一个身影 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他目光闪烁 嘴唇紧敏 难道是他 他 竟然掌握有预见的手段 莫乡深吸口气 此前在进入太虚逆境之前 他便已经见到了王腾 尽管心中难以置信 王腾一个无脉废物 竟然还能加入新武学院 并且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但此刻 他却不得不信 半年前 他便已经听说过王腾这个名字 在那半年前的交流会上 新武学院王腾 展现出无比惊艳的实力 连他的师兄违装 都差点拜王在其手中 而此刻 这个预见习杀他的人 除了王腾 只怕别无他人了 讲到这里 莫乡双眼微眯 眼神之中露出孙燃杀鸡 同时 还有一丝不屑 方才王腾所展现出来的预见术 虽然神奇 但是却丝毫没能对莫乡造成任何伤害 甚至被其轻松化解 从方才那袭击的威力来看 王腾的实力 虽然不错 但却还远远威胁不到他 与他相差甚远 哼 此番狩猎考核结束 个人挑战赛上 必取你性命 莫乡谋子当中杀鸡如麻 王腾想要杀他 他又何尝不想杀了王腾 如果王腾依旧只是一个 无法修行的废物 也就罢了 可以夺其天剑令 让其苟言残喘 但如今 王腾却能够修行了 并且还表现惊人 而两人之间的恩怨 注定难以化解 能够修行的王腾 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威胁 他当然想要杀之后快了 然而就在他私存之际 旁边围装却是突然神情一变 不好 前面又有三个队伍覆灭了 我们的包围圈直接被此人击破了 围装的大喝声 顿时惊醒了墨香 目光立即落到罗盘之上 便见从他们正前方方向围拢过来的三个队伍 如今竟然全部消失了 缩小的包围圈直接破开一个巨大缺口 不好 快追上去 不能让他逃掉 墨香面色大变 距离考核结束 已经越来越近了 如果这次还不能将王腾淘汰出去 那么这次的考核 他们两大学院将要一败涂地 嗯 那是 突然 墨香的目光 落到了前方那一个独立的红点之上 有一个红点 正高速移动 迅速来到王腾所在的区域 墨香顿时目光一闪 随即长松了口气 是灼浪师兄 李峰也目光一鸣 随后同样想到了什么 心中也微微放松下来 脸上浮起了一丝笑容 到现在为止 唯一一个单独行动的红点 只有可能是灼浪 天元学府 乃至帝都年轻一代第一人 妖孽奇才 灼浪 李峰 墨香等人都是天元学府的天骄 对灼浪自然也有一些了解 谁都知道 灼浪喜欢独行 所以这个唯一一个 没有与其他人队伍聚集在一起的 只可能是灼浪了 至于王腾 他的罗盘 此前便已经丢掉了 已经被此前赶过去的 天元学府与青龙学府的弟子失去 此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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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